把那個備藥全部都是給你參觀 但是都封起來不讓你踏 以前還沒有封的時候 還沒有大量開放的時候 你是幾乎可以去那邊買那個布包 宣紙在那邊直接踏 踏回來就很高興說 哇 我當場踏的 可是現在封起來以後 你拿不到補責 聽說店面只在賣 當初他的文化財在賣 因為他總是踏了一張就大量印給你嘛 去的人大部分都會滿無法吃飽 尤其是孔廟的這些杯套也會改回來 也不錯勒 這個就是這些杯 那當然杯很多種啦 像我剛剛不是有一本叫做謝忠安的 這個他有十種 我那時候買一套兩千五 一套兩千五 我買了一套厚厚的一套兩千五 親自送來了 送到家 後來我發現 因為某一個人 如果你同時間寫 或是同時期寫的都差不多 所以他寫了十種 我看看 看來第一種 翻到第二十種 到第十種 趕快趕快 同一個風格嘛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做 欸 牌 這個 這叫何紹基 何紹基也寫了十種 啊我也一樣 翻了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欸 那有趕快 但是他寫的東西幾乎都會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他的時代 就是他的風格 那他算不算藝術 如果是他來建議他的風格 就算是一種藝術 十種 那可見呢 杯有很多很多種 所以我估計幾百種幾千種都跑不掉 看看保存的結果 或者是挖解出來的結果 所以 藝術就是這麼豐富 所以到了清朝 哇太多了 歷書太多了 因為清朝不是文字鈺嗎 你不可以隨便講發 不可以什麼什麼 自己去 發明啊 或者是創作 或者是著書啊 只能從古人裡面去找 所以他們就發了好多 去找出好多 做了好多 或者是去淋寫很多 就是 杯 那你說要從哪一種杯開始 其實最基本的 欸 老師教你後來 基本的批法 基本結構戀好 看哪一種杯 就會寫了 那你只要說 欸 我們哪一種杯回來 就依照老師的這個基本的方式 就可以寫了 好 打斷掉 好